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就开始跳舞了 但他应该也是有这个天分啦 对 因为他算是跳舞跳到享誉国际的耶 真的啊 而且因为他长相 我觉得他长相又比较特别 然后可能又很会穿衣服 就是有他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 对 应该说他的长相就是那种吃国际的长相 也是啊 因为我觉得 因为他们都喜欢那种长相比较特别的model 真的 因为你要说他长得不好看其实不会 但是你也说不上漂亮 他不是主流的长相 对对对对 但的确就是名牌款的长相 对 所以他就有怎么帮Kuji代言之类的 做一些蛮大的活动 很厉害 他才22岁 他已经在东京奥运 就是他节目式的时候是他自己的独舞 好像是闭幕的时候是他的上一表演嘛 好像说评价很两极 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舞蹈这种 尤其是这种现代舞 本来就会很两极 因为像我们这种看不懂的 可能就觉得就那样 还有说因为他的打扮啊 因为他好像就是想要提倡环保 然后就穿了一身绿绿的 他们就说穿的很像那种洗车的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那种自动洗车 对对对 加油站那个有点像 所以就蛮有趣的 但是因为他就是很有才华嘛 所以他其实受到 就是世界各地的邀约 本来就是你要去奥运闭幕式表演 很强好不好 而且你看他那时候才几岁 奥运又是两年前 他那时候才20岁 对啊 然后我说他就说像洗车 就像洗车你来跳啊 对对 你能被邀请再说怎么样 真的 然后其实最近他跟台湾还有点关系 对因为他受邀 清风有邀请他来帮他拍MV 对啊就也太巧吧 对因为MV一定是之前拍的嘛 所以那时候初恋也还没曝光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搭配的蛮刚好的 但是你也知道说 表示他真的就是之前 就觉得真的算是一个享誉国际的 对啊 所以他们才会注意到他嘛 对才会想说 因为很多MV都有邀他去跳舞 对因为他在日本 其实本来就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他在日本也有帮很多艺人 也是在MV里面表演过 反正现在初恋真的很 就是很吓吓叫啊 然后里面还安排一个这样的狠角色 你只是跳舞的女生 你其实根本不需要找一个真的会跳舞的人好不好 而且其实他演来还不错耶我觉得 对因为我那时候本来只是以为他们找一个 可能也是像那个小情道他们就是没有那么出名的演员来演 结果不是耶 真的难怪他真的蛮会跳的啦 对 然后而且他角色很吃重 他里面还要唱歌耶 对对对 因为他跟满岛光有一段去那个KTV唱歌的桥段 对对然后那一段他也演得很好啊 对啊 就是我要不是因为后来有看到报导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不是演员 他这样子好多元化哦 很厉害的一个女生 我们刚刚提到相经理嘛 我们还没讲到他 因为相经理其实如果有看日剧的人一定都知道他吧 他其实很早就出道了 对只是说因为我真的停太久了 我跟马妹说我很记得这个名字让我印象深刻 是我们在看那个恋爱巴士 就是里面有一个胖子啊 他就是他在影院就是为了想要谈恋爱嘛 对啊 所以他就想要减肥 然后他就一直说他剪下来 他想剪成相经理 那我说你剪下来也不会像相经理的 你放心 对啊基本上相经理很高嘛 基本上他身高就不到了 而且人家是真帅好吗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小胖瘦了下来是什么样子啊 因为他最后也没有到很瘦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还特地去查 他说相经理长什么样子 然后想说不可能 不知道为什么要挑一个这么高标准的 对然后后来我近期看到他应该是那个 打扮的恋爱是有理由的 对因为他他算演男二嘛 也算对 可是因为他最近都主演的比较少一点 他最近还蛮常演这种男二角色 可是都是那种完美人设 那种很好像那种你知道 高富帅很难打败的感觉 不过他在初恋里面的人设就没有很完美啦 对啦但也是高富帅只是说那个个性不完美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后来也很惊喜的是 他是国仲良子的老公 对对我还比较认识国仲良子 哦真的哦 而且国仲良子也是那个冲绳人 我想冲绳真的出很多美女耶 对啊 对他也是轮廓很深的那一种 对对对 然后像经理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 他是学霸 嗯真的哦 他其实本来想当兽医 他后来就是转移志向 他就有重考 然后是考到那种遗传基因工程系 好妙哦 很难的学习 然后而且他的那个小组研究 还有得到那种国际的论文奖项 真的是学霸 对他是真的聪明的人 但是他可能就想演戏 所以后就是还是转移跑道来当演员 一方面就长这样啊 长那么帅不当演员实在太可惜了吧 真的 然后就是一个很有脑的演员 对对对 还真看不出来还是学霸 嗯而且他把那个柬埔寨当他第二个家 他以前好像就是因为有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去柬埔寨 因为柬埔寨好像有很多地雷 嗯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家族 他们就是专门在清除地雷的家族 然后他去帮他们挖水井 嗯 然后就跟他们感情非常好 所以他就还把柬埔寨就是说 当成他第二个家乡 所以他就是很重感情就对了 嗯 因为他只是因为综艺节目去结缘的 对 然后他还就是时不时的惦记着他们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一家人 他们就一直义务在帮忙拆地雷 应该是有收钱吧 但是因为我后来发现说 他们柬埔寨因为好像就是 以前占钱埋的地雷好像很多 所以就是变成一种专业 嗯 现在好像还有很多国家的 还会去请教柬埔寨的人 要怎么拆 要怎么拆除地雷 因为他们已经挖成金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但是他们 没有就是饮用水 你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是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种 自来水那种都不流通吧 嗯 对啊 然后他反正上巷井里去的任务 是帮他们挖一个水井 对 好妙哦 自费帮他们挖水井 对啊 就是人太好了 然后最后还跟着这一家人 变成家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感觉柬埔寨真的很危险耶 我也觉得 我想说他们日本节目 怎么会这么狠心 居然派他去那边 真的 对啊 而且他是不是去那边住一个礼拜 不是那你听起来说 他第二个家 他表示他后来还有再回去 对不对 有因为他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 然后那个电影是真人真事改变的 就是好像是日本有一个大学生 但反正他就是去筹组一个经费 然后去那边帮他们办学校 然后他就是演那个主角去那边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拍摄的时候 又回去一趟 哦 反正他就又拍了一个柬埔寨 相关的电影 嗯 所以他可能觉得跟柬埔寨很有缘吧 嗯 虽然说我们现在跟他们的缘分 是那种孽缘 真的 现在大家听到柬埔寨就觉得很危险 就觉得很害怕 然后你看 原本就已经觉得很危险 现在说他还很多地雷 对 更不想去 对 然后还没有水可以喝 还要挖井 现在应该好一点啦 因为那个是蛮2007年的事情 所以蛮久了 因为大家现在 就是应该已经看过初恋了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集 可以来稍微讨论一下 里面的一些细节 嗯 对 其实他现在 他之前是红到 粉丝也有在我们粉专贴嘛 嗯 其实我本来要截那个图 就看到已经有粉丝贴 我就没截了 就是那个 雨多甜光啊 嗯 他就自己发 说amazing啊 对对对 因为台湾人太疯狂了 对 他 就是台湾这边的Spotify 好像不知道连续一个礼拜 他的这一首歌 First Love 冲到第一名 对 然后其实 我觉得台湾人算引领潮流吧 真的 因为我看到后来我在Powin 好像后来他在就是日本Apple Music 也都有 也开始充榜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他是 就是台湾先让他觉得amazing的 这真的很妙啊 因为你这首歌已经20年了 20几年了 25有没有 对啊 还是245年 然后就这样 反正就真的很久 重返排行榜冠冠军 对 而且还战榜很久 对 很妙耶 你就知道这个威力有多大 对啊 但是他这首歌真的是不会过时 对 因为你现在这么久以后听 你知道有时候听那种 爸妈时代在听的歌 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 有一种怂感 有一种年代感 时代感 对 他不会 真的 就是你现在听还是会觉得非常好听 我相信你现在拿去 那种给小朋友听 他也应该会觉得好听啊 真的 对 好啊 那你说他讨论的细节是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讲到有一个 普鲁斯特效应 嗯 因为他有一集的标题 其实就是这个 嗯 那他里面也有解释 就是说 如果有人失忆了 他可能因为普鲁斯特效应 会因为什么 嗅觉 嗯 他可能闻到什么东西 或是 然后才会去触发 让他恢复原本的记忆 对啊 所以你有可能是味觉 可能是嗅觉 对对对 然后但是因为 女就好这么多年 都没有触发嘛 对 都没想到他是听觉 对 而且他里面其实 好像他们 网友自己搜集证据 觉得不只听觉 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 全部一起 让他慢慢的触发 也是啦 因为他里面就是 故意让他们前后呼应 对 就是年轻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到现在又一直不停的发生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他的那个手语 嗯 他其实根本已经忘记 手语那段的回忆了 可是他却遇到 秦道的妹妹的时候 突然就逼出手语来 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 他哎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他们想说 你有学手语 我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比 好可怕 或者是像 好 告白也是啊 嗯 因为他告白的时候 不是问秦道 喜欢吃什么吗 对 对 然后后来他们到了 二十年后 还是又发生了一次 对 然后秦道回答 也都是 一样 拿破里意大利面 没错 对 哎 你知道有多少人 现在在台北 开始找拿破里意大利面 可是据说台北 没有道地的 我想也是啦 其实他们最道地 应该是去日本 那一种普通咖啡店 对 那一种煮的 才会是好吃的 对 你知道我昨天才听 我朋友讲到 就是拿破里意大利面的由来 哦 对 为什么 他名叫拿破里意大利面 但是却是 日本才有道地的 因为那是日本菜啊 对 可是为什么他叫拿破里 哦 这我不晓得 其实应该是说 他里面的材料啦 都是跟拿破里的材料很像嘛 但是是因为那时候 你是说拿破里披萨 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是战后 嗯 美元 就美国给他们那些物资 嗯 他就是会有火腿啊 哦 对 所以其实跟韩国有点像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部队国也是因为美军 他们就只给他们 可能那个span啊 对对对 对对对 气沙 对 跟泡面这样子 对 其实很像 对 就是他 我朋友来讲说 其实你道地的拿破里 意大意面就是 你还要用什么不同的番茄 然后 有多累 对 所以其实他说 其实你在日本以外的地方 嗯 因为他也不是名菜嘛 对 对 他没有说 跑去日本人 跑去国外开店 什么都没有 因为那种东西 你要说 就是你拿去意大利卖 又会被意大利人骂的 那一种东西 对对对对 但是据说真的很好吃 哦 我可以大致上想象那个味道 但是就是没有去日本的时候 没有真的吃过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根本没有 就但是因为这一出 我相信大家真的很想吃 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在日本的人 都在找吧 对 最近去日本人可以去吃一下 真的 对 然后还有 他最一开始的时候说是嗅觉 嗯 因为一开始 花 对 没错 就是花 因为他那时候阴错阳差嘛 他那个花没有送出去 因为他本来要给他女朋友了 结果是最后是拿到那个 野鹰身上 但是他真的很坏 因为他没有示意啊 他为什么一直跟他前女友的东西 换的东西 哈哈哈哈 他 我觉得他可能不知不觉 都是心里都一直在想着 真的 还是想着野鹰 所以他没有办法放弃 他一定想说我根本不知道 世界上有别种话 你不要再为难我 哈哈哈哈 他说不是就应该要买这个吗 对 他喜欢的叫什么啊 丁香花 对对丁香花 对 而且丁香花的花语 好像是什么 恋情的萌芽跟初恋 所以就是也有搭配到 很符合耶 但是那个树又很漂亮 那个树有听说是他们 就剧组特别种的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可以种这样也是很厉害啊 他毕竟筹备了五年 他可能五年前就是种 他都筹备五年 就是因为等那个树长大 树长大 要扎根要一点时间 对 嗅觉再来 我也觉得是刚刚的意大利面 然后还有触觉 他那时候不是摔下来 所以他就抱着他 让他一起摔下来 还有接吻嘛 就是都有触发他 我觉得触发他一些感觉 但他还没有到完全 我觉得触觉比较牵强 他们是这样讲 我觉得他可能因为想要五感 全部都写进去 所以一定要再加一个 哦 视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手语嘛 因为他看到别人比手语 但他发现他自己突然也比出来了 对 最后还有听觉 听觉就是最重要的嘛 而且他前面就有埋梗啊 那时候他大学的时候 他借同学CD 有一片里面是空的 对 然后那时候还故意不讲说是哪一片 对 但是我 其实我那时候猜到了 对啊 我想说因为他会特别讲出来 一定就是有他需要埋藏在里面的意义 对 然后也很合理 也是为什么他多年来都没有恢复记忆 因为因为那个 因为那片CD在别人的CD 没错 没错 真的 就是难怪因为他一直听不到那一首歌 对 电台都不播 可是明明男主角就都有听到电台播 他们听不同台 真的 反正这首歌对他们很重要 你看男主角本来要去见女友的爸爸 也听到这首歌之后就 心里没有办法过不去 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多细节 虽然说这一个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但他们就是说 余多田光那一个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 Automatic 然后他里面的歌词是 电话响到第七声 你接起了电话 第二集里面有一段就是 他们高中生的时候不是还在互打电话 然后响很久吗 对 他就在那边哒响到第七声 应该是有关联啊 我觉得应该是 对 他跟他妈妈在车上还特别在那边聊说 这首歌是叫Automatic 然后这是什么意思 自动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这编剧真的是 到底用了多少的心在里面啊 反正他就是余多田光的铁粉 真的啊 他真的很喜欢这张专辑吧 他想把整张专辑都融进去 这他的戏里面 对 这编剧是个女生 我那时候一开始还以为是个男生 但后来想一想也是啊 因为女生才能这么细腻的把这些细节都放进去 对啦 就是如果男生有办法编出这个句的话 应该是gag 直男那个脑子可能没有想这么多 真的 因为他真的心思超细腻 对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 因为大家现在还在疯 所以我就觉得我每天在看那个文章的时候 就一直看到大家新找到的细节 因为你现在跟我讲那个automatic 我才联想起来 要不然我那个时候我以为是他们约好说 我如果想起 哦 要想第七声的时候要接 或者是想几声我没接你就先挂掉 哦 之类的 高中生好像很喜欢搞这一招一切 对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不太合理 也是那个情道他们家根本不会管他 对 没办法因为要配合雨多天光 对 就 但是如果是为了要反应那首歌就非常合理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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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 难怪到现在他还这么红 真的 他现在还是第一名耶 真的 因为我就很喜欢啊 嗯 然后上次马妹跟我讲的一些细节 还有说什么前后呼应 然后我就马上回去又再看一遍 哦 对 我反正自己还没有推头看一下 虽然说你妹还在那个留言说 我看1.8倍数 这样没有感觉到里面的氛围 这样我就原倍数再看一次 对 因为你知道我妹跟我同时 她小时候也跟着我看日剧嘛 但是我没有看日剧之后她也没看 对 然后从马妹开始推荐我日剧 我从头开始看了以后 嗯嗯嗯嗯 我们节目推的她都有去看 然后但是也都没有办法看完 哦 是哦 所以她就是不习惯那个节奏 对 她就是有点回不去日剧 嗯嗯嗯嗯 结果这一出让她觉得都已经赢过她 看过的韩剧了 哦 真的哦 对 所以 我觉得因为她真的恋 你看我们那么少看恋爱剧的人 嗯 就我们居然觉得这个恋爱剧超好看 对 而且就是她没有 她怎么说 她明明从头到尾都在谈恋爱 可是我却没有那个感觉 对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 因为韩剧有时候看那个恋爱剧 你就会觉得 啊 好烦好腻好恋心 真的 对 然后因为她铺陈真的太棒了 对对对 对 从你看到可能最后 哦 你已经到倒数几集了 嗯 她居然还有新的东西让你知道 几乎到最后一集都还在解密吧 对啊 就是啊原来她根本就是在上学之前 就已经喜欢她 嗯 然后甚至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喜欢对方 对 因为也因那一段实在是太 有点隐晦 对对 但是她后来那个车票 对 开始带着你回去以前的故事 还发现说 哦 也因知道是谁帮她的 对 而且其实她对对方也有好感 对 她还特地回去那个站 虽然说有点不合理啦 因为那个时候的情道 就是像个小流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可能是那个 他们就是物理性上面的 真的 互相吸引 就是天生命中注定 真的啊 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年之后 还纠缠在一起 真的耶 对啊 嗯 我还想到一个啊 她就连那个初吻有烟味 都跟 哦 对对对对 都跟 好啦 那个算触觉 哈哈哈哈 到底触觉还是嗅觉啊 同时吧 哈哈哈哈 因为那时候也是 他们第一次接闻的时候 他就有闻到他 有一点烟味嘛 对 而且也有呼应 First Love的歌词 哦哦哦 有有有有 对 他就真的很爱余托天光 哈哈哈哈 他一定把所有歌词 都细细的拆开分解 真的 他把歌词全部背下来 然后他抢说 我戏里面一定要演到 我每一个梗 我都要放进去 不能有一个漏掉 真的 因为First Love里面 就是他的 撰明台词 就是那个 蚊子有烟味的啊 对啊 就是初恋的蚊 就是烟味 所以难怪 不可以找 太年轻的 因为如果太年轻的 去抽烟 又会不合法 勤到他也不合法啊 他高中就在抽了 蛮幸运 他演员是26岁 所以没关系 也是 初恋 我们就稍微 补到这边 那今天就是 我们因为我们很久 好像没有跟 听众交流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因为最近有累积了一些 五星好评啦 对 虽然说也有一个一星的 哦 都同一个人 对 我觉得他还蛮有毅力的 希望他还有在听我们节目 对 他一直写 但是还有在 还有在听 对 因为他有来重复留言 就表示 他还有在听啊 他可能就是觉得 一开始写完之后 想要再来听一下 我们有没有长进 就发现还是没有 对 但是 还蛮妙的是 他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留 就他留什么啊 他第一次是说 什么人都可以当Podcast 对 之后我们就有一些听众 就是还有留言说 很怕我们会因为这样子去 改变风格 对 所以你不觉得 我觉得我们听众超可爱的啊 对 超多人就是 我每次都会被一心的 差评击到 然后就跑来 帮我们说话 对 因为如果就是 你们是要听什么 分析啊 京剧 我们真的不是那个路线啊 对 但是我们也不觉得 大家都要走那个路线 不是因为我觉得 线上已经太多人 就是在讲这种路线的内容 而且我们 说实在的 我们就不是专业嘛 因为我们也不是念这个的 对 而且应该就是说 我们想要 真的是轻松看剧 我们是一个 就跟大家一起看剧的角度 来分享的 对 就是 我们一开始应该就是想要 我们看剧 大家一起讨论的感觉 对 然后你看我们 就是其实我们每次看到别人的解析 反正我们自己也很惊喜 他说 说原来是这样 对 就是我们看剧的出发点 比较单纯一点 真的 对 所以我们跟很多节目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也喜欢看石敬秀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练中啊 对 对那一些节目来说 也许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很肤浅 我们就肤浅 不是 我那时候就说啦 你看我们节目的名字 你会觉得我们很有深度吗 对 然后 我有看到一个五项片 很感动的是 他就说 他听得出来 其实我们都很认真在看 然后 很认真在分享 对 那我们真的是啊 对啊 没有看完 真的没有办法分享这些内容 对 然后就是我们 反而 我觉得 其实说真的啦 如果只是要解析的人 其实他们可能真的就去找那一些点 对 你就找一些 重点 对 出来解释就好 其实也不用特别分析 那个剧怎么样 对 老实说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 摸索节目方向的时候 我们有去听过别的节目吗 嗯 我跟玛妹都有听出来说 为什么他讲这个听起来 他好像没有把这个剧看完的感觉 对 所以你就会常听到 他们就开始分享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 而且他们就只是 那个里面哪些东西 极大看点 对 然后 告诉你说 你在重置里面可以学到什么 对 然后里面所有意义的解析 但是他在讲里面的细节的时候 去讲错 嗯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难怪我们要看得这么累 其实他们不见得有把戏 不用看完 因为我们还要看完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 抱着说 这一出戏值不值得追 嗯 然后或者是 雷不雷 有没有雷到 你去看会觉得很好笑 对 就像我们昨天看完粉红谎言 现在觉得 天哪有够烂的 昨天是没有谎言啊 对啊 昨天没有谎言啊 但我是觉得 因为下礼拜应该就最后一集了嘛 对 但是觉得就是很托捧啊 真的 我们下礼拜一定 我觉得下礼拜一定是花一集的时间骂他 对 还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人问问题什么的 嗯 有 哦 对 有一个人有提到KKBOX的事情 嗯 因为 只有KKBOX可以听到音乐 哦对对对对 对因为玛妹其实在 我忘记哪一集之后了 反正发现说 我们现在的那个hosting First Story 他有提供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在KKBOX那边选音乐 嗯嗯嗯 所以我现在每一集后面都会放一个音乐 对因为之前其实是 如果我们聊的内容有讲到 对 然后你就会放进去嘛 对啊对啊 然后发现说 你现在是每一集都会放 我现在就 就我自己挑 对 还不错啊 我就挑的都不错 我觉得 所以有 好像也有听众就说 他是因为发现KKBOX那边才有音乐之后 就跑去KKBOX那边听了 对真的会有差啊 因为他们才有版权 哦对啊 所以才只能在那边播 所以像你看初恋那一集 我就肯定选初恋 First Love就过来播 对对对对 哦你都年光真的很厉害啦 他不管是First Love 还是他后来 好像2018年的那个初恋 嗯嗯嗯 都很好听啊 他其实歌都还是很好听欸 对 然后其实他 哦对 你看他连导演 他连初恋 嗯 都有把他融入进去 哦对啊对啊 因为很重要跟片名要相搭 对就是他2018年的街景 就是那个旅多年框那个初恋的广告 对啊 什么都要放进去 对好 然后 哦有人在称赞0011 他觉得凯特加的第一期0011 都很可爱 哦因为我都没有讲那么坏话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也会听 真的 他们是忠实听众 感谢0011 然后上次啊 因为就是有人写说 他不喜欢听那种教条解析的聊剧 嗯 然后结果 我们的友好节目 两个戏剧古文就说 他们是在骂我们吗 哈哈哈哈 莫名重奖 他们有教条吗 其实他们是比较要技术面 对啊 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念戏剧专业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跟我们真的差很多 对 但因为他们都会听我们节目 嗯 很感谢他们 对的我们也有听 所以我才知道 就是你们在讲技术面的东西 对啊 其实那个是真的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地位 真的讲得很深 对 我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哦 他编剧这样写 原来是这个原因哦 对然后原来他这样 是这样子演哦 对对 我们就一直在里面学到一课 对 有一个人最近才留意 21月底的时候 他最近才发现 我们有这样 有爱旅行吧 所以他就跑来说 他也很不喜欢韩国小姐 嗯 对因为其实 讲这个人真的很蛮少的 嗯 因为光石敬秀就很少 但因为前阵子 幻成恋爱非常红 所以其实那一阵子 我 我有发现有一些节目 其实也有聊幻成恋爱 哦真的哦 因为 有啊 因为我 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 我们粉专会分享一些细节嘛 对 后来就发现 几乎 连原本都不会讲 就是石敬秀的粉专 也都在分享 对因为太红了啊 对 然后他们会分享 比如说 他们会分享他们IG po了什么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想说 就是因为我大部分 都是分享一些 韩网的东西嘛 因为IG的东西 大家都看的 对 然后说你有追踪 就会看得到 对 不过这真的就是 真的有代起风潮啊 真的 所以有一个听众 最新的留言是说 因为幻成恶长粉的 除了BAMBAM 还有韩西 哈哈哈哈 我想说哦 对啊 你讲的没错 也是 但是我们真的很认真在看 很认真在分享 对啊 然后也有人说 就是虽然 他有在 幻成有些 那个看法 跟我们不一 跟我啦 主要应该是 跟我不一样 对 但是他还是觉得 就是听得很有趣 那因为 这我觉得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 我们本来就是 希望可以跟大家 一起讨论的啊 因为 说真的 在看幻成 这方面不只是 听众跟你 我们两个的想法 就完全不一样啊 对啊 对啊 对 然后 而且后来越来越不一样 因为我一开始 也有觉得 就是海恩一直哭 有点烦啊 对 然后 也觉得那个 哦 那眼是不是 在渔场管理啊 可是我很快就 被他们扭转了 对 那个什么 妈妹非常的坚持 对 对 但我觉得这也还好啊 因为反正就是看节目啊 对 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吵架 或什么的 对 每个人观点不一样而已 真的 对 所以 我们上次就在说 说不定给我们一心的那个 说不定是 某一个人的粉丝 知言之类的 哦 有可能哦 因为我们骂知言骂很狠 所以他就来骂我们 哦 也有可能 其实就到现在 其实还是有很多韩国人在吵架 哦 因为很多人觉得 那些人真的很执着 无法觉得像海恩在那个 真心化大妈 我显得都伤害贤贵 气个屁 他们现在交往很好 然后就觉得 对 他们就 然后就一直觉得 他配不上贤贵 我觉得他们真的管好多 对 就是真的 就是我这只在讲说 真的 每一种想法的人都有 真的 所以我们 你看我们也只是这样念一念啊 这并不会影响什么 我反而觉得 这样子的讨论更有趣耶 对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以前要看实镜秀啊 嗯 的时候就是 苦无人可以讨论 没错 那时候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一直想要拉 拉人来陪我看实镜秀 对 因为看实镜秀不讨论 真的就是很难过 对 你就觉得 天哪 怎么会只有我发现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真的 然后他想要问我们 有没有看Friends 当然有啊 我们有一集 有特别聊Friends的 那个特别片嘛 对对对对 对啊 但是 Friends很难 除了特别片以外 你也很难 从头聊 因为还是在太多记了 真的 要逼死我们吗 对 但是不然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小孩 嗯 应该都有看过吧 而且大部分都会看Friends 学英文 哦 对对对 那时候有讲过 对 而且我真的到了 因为后来已经没有 那个学英文的环境嘛 嗯 所以我刚出社会 因为我 我那时候不是一直在做 Google的广告吗 嗯嗯嗯 所以就常常需要用英文 而且跟总公司 一定是用英文沟通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 连同事之间都很流行 我们会去找 没有字幕的Friends 因为那时候OKT 还没有这么发达 对 然后我们自己还要去找 没有字幕的Friends 然后就可以真的可以 练那个听力这样 哦 其实我很推 如果 因为我们之前 上次办那个活动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 一直想要叫我们 推荐学英文的 美剧 哈哈 因为我觉得 我那时候学去美国之后 进步很快 是因为我很喜欢看电视 嗯 所以 其实大家可以去找看看 或是直接用Netflix 因为Netflix 它其实可以跳 英文字幕出来 英文字幕会帮助很大 对对对 应该就是说 他们平常生活 比较会用到的词汇 你大概都会学起来 对 而且因为这样子 你反而会 自然而然 学会很多单字 真的 对 就不是刻意去背 因为有时候刻意去背 你只是 可能知道怎么写 知道它什么意思 但是你并不会 日常去使用它 对 所以大家可以 想要听Friends 可以去找那一集出来听啊 因为里面 我们有聊到一些 以前的内容 就是经典极数 对对对 好啊 那五星好评 今天好像就到这边 对不对 对 然后最近 我刚刚中午 就是又看了一个 新的实境秀 虽然说它其实久的 我一直有看到它 时尚CEO的破格人生 我也一直都有看到耶 然后因为它最近 好像上第二季 所以它又重新又跳出来 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它 里面那个CEO 其实我没有看过 因为它在 璀璨帝国 Kevin去纽约的时候 他不是去找一个 专门在经营 艺人跟网红的 他不是去问 他一个女生 对对对 我应该要怎么经营 我的那个IG 我那时候就觉得 女生看起来很厉害 对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 真的喔 真的可以看 对因为这个 片名取得太中二了 对 我一开始是想说 这什么 而且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还想说 这到底是剧 还是实境秀 因为这名字 真的有点怪 对 我也是 我有一直看到 然后完全不想点进去 真的真的 我也是你看事隔多年 今天才点进去 喔 他就是他喔 对 这样好像有看头 因为他在跟 Kevin讲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有道理的 对 而且因为第一集里面 有介绍他的经历 我就觉得看之后 我就觉得他更厉害了 真的喔 嗯 现在先不要破坑 因为我们可能会聊 所以就是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OK 对 好啊 那我们今天干嘛 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喔 对 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 对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五星好评 都是台湾区的 嗯 然后我想要跟 世界的朋友 议一下 因为如果你们是在 你们那一区的 Apple Podcast留言的话 其实我们台湾区看不到 喔 对对对 对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你们可以截图给我 我才会看到 然后我们下次可能 就可以来聊一下 好啊 好啊 对 对 我们会看不到 对 因为我真的就只能看到台湾区的 每次都还要去捞 不知道要怎么捞 对 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 然后又觉得 不知道怎么截图的话 就 那个直接在那个粉专 IG也很好聊啦 对啊 对啊 因为基本上IG的讯息 我都会回 嗯 对啊 好啊 那就大概这样子了 嗯嗯嗯 好那再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 对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啊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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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